第二類聯辯在 DSE 常見的題目 就是它跟你說現在有一個聯辯 問你以下何者必定是常數 第一件事,依然是你要看著這個辯 然後寫一條式出來 這個就是 Z 等於 今次 X 是立方,反辯, Y 是正辯 所以 X 的立方在分母, Y 是分子 最後我們補回 K 通常習慣上我們補在文字上 然後我們就想,以何者必定是常數 即是我們找上數出來 那怎樣才算是常數呢? 我們就說,看著這條式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英文字母 但我們知道它是代表著不同的東西 例如 X,Y,Z 其實我們是可以代不同的數字進去 X,Y,Z 其實是預料給我們每一次都代不同的數字進去 但是這個 K 我們知道我們平時有個 CASE 給你代表 解回 K 出來 解回 K 之後,那個 K 固定 整體數都用同一個 K 我們就說,這些是預料給我們代不同的數字進去 我們就叫做變數 而這些在題目裡面是不會變的數字 即是我們解回 K 出來之後 我們會一直用一個 K 的數字 又或者真的給你一個實數 這些就叫做一個上數 所以我們首先要解回 K 出來 先把 K 做主看 所以 K 等於 我們就說,把所有不要的東西送給對面 分母的送給對面,變成分子 分子的送給對面,變成分母 所以原本有 2Z 在這裡 然後, X 三次去了分子 Y 去分母 這個東西我們就叫分母 再說一次 只要有一邊沒有任何 XYZ 即是表示我們沒有任何代數字空間 這就是幾個上數 所以現在這邊是上數 所以這邊也會有一個上數 所以我們現在就得到一個上數 然後我們要拿著這個上數 跟題目對比 究竟哪一樣最相似我們呢? 應該跟 D 是最相似的 因為 Z 跟 X 三次版在一起 然後 Y 要自己一個 應該只有 D 而已 但我們跟 D 好像有點距離 因為我們上下不同了 那我們就可以想想 究竟有沒有方法可以令到它上下調轉呢? 可以的 我們就說 我們只要把這條式 上下一起調轉 左右的上下一起調轉 這樣就可以了 咦? 左邊沒有分母 其實有個隱藏分母一 所以這邊會變成 Over K 這邊 Y 會變成上面 而你知道這兩個數是成法 所以你可以將它們前後調轉位置 變成 X 三次 Z 這樣這個樣子就會完全變成我們這個樣子 而剛剛說了 左邊是完全不包含 XYZ 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常數項 所以我們就知道答案是 D